孙丽之前有无数个甄嬛 孙丽之后再无甄嬛 其实甄嬛这个角色一开始是给蔡少芬的 因为作者刘恋子在看过蔡少芬饰演的《洛神》后 一时间灵感迸发才诞生了《甄嬛传》 而女主甄嬛名字的由来 就是来自洛神女主甄蜜和妹妹郭桓 两人姓名各取一字 在初稿诞生后 刘恋子就像导演郑小龙推荐蔡少芬出演甄嬛 但是郑小龙却拒绝了 因为剧中几乎描述了甄嬛的一生 从十几岁的少女一直到中老年 年纪夸度比较大 而当时的蔡少芬已经38岁 已经不再适合演少女了 所以关于甄嬛的角色 郑小龙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周迅 但是由于周迅当时正在拍摄电影《画皮2》 没有档期 所以也就错过了 以至于在后来周迅在看过甄嬛传后 大呼郑小龙太牛了 可遗憾自己没有参与 最后郑小龙才找到孙丽 两人拿着剧本谈论了许久 第一天男主陈建斌就给了自己一个下马威 第一场戏 他拍完以后他就问了我一句话 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演 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演 然后警戒他就说 如果你以后对我有什么想法 你要直接告诉我 就是你对演戏有什么想法 你要直接告诉我 你千万别当面跟我讲说好好好 然后背后说我耍大牌不好合作 我不喜欢这样的演员 这番话给孙丽吓得不轻 这才第一天 接下来还有那么多场戏 可怎么办呢 但是那天晚上你知道我回家 我打开电视就看到蒋青青的访问 就说他跟陈老师的合作 他说第一次合作都觉得没法拍下去了 要退出剧组了不能演了 我看完以后我就一点都不紧张 我心想合作那么不好都能做老婆了 我一定可以 这么难说话 蒋青青都能把陈建斌驯服 自己肯定也可以 于是在拍摄汤泉公寓的戏份时 甄嬛趁机彻底征服了陈建斌 如果不是蒋新嘴欠抢来了华飞 那甄嬛传肯定不会这么经典 见人就是矫情 在华飞选角的时候 一开始导演郑小龙 其实想请某冰冰来演的 但是因为当时没有投资方看好这部戏 资金非常少 而某冰冰的片酬却又太高 郑小龙不得不放弃他 后来在剧组全国海选时 蒋青听说《甄嬛传》剧组正在招人 便毛遂自见找到了导演 从2005年欢天喜地七线女后 蒋青的演艺之路便平平无奇 这次的机会他不想错过 但当郑小龙看到蒋青的第一眼 就下了定论 你不够跋扈 演不了华飞 我当时演的是曹贵人 然后另外一个人帮我搭的华飞 我当时就觉得他演的 跟我看的这个华飞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跟导演说 导演我能试试这角色吗 导演说 你不用试 我说我觉得他演的不对 那你也不用试 那个这角色不适合你 我说为什么不适合我 因为你不够跋扈 我说导演我还没演 你怎么知道我不够跋扈呢 就是反问了这么一句话 郑小龙妥协 决定就让他试一段 这不是不知道 一试吓一跳 郑小龙立马拍板 华飞就是你的了 他试完以后 我觉得啊 就是他那个表演 他的表演让我那个觉得 哎 这女孩表演不错 之后蒋青进剧组后 拍的第一场戏 就当众受到了郑小龙的夸赞 对着孙丽等人说到 你们听见蒋青的台词 就不像是背着剧本 好像真的就是 他自己说出来的话 就是这个味儿 要知道 郑小龙是很严厉的导演 夸赞演员是少之又少 不知道蒋青是像华飞 还是他根本就是本色出演 在片场 当陈建冰得知蒋青 在27岁后 便调侃起了蒋青 在现场他看到我 然后他就说 哎呦 你生活中看起来挺小的 怎么扮成妆以后 显得那么老呢 哪个女孩子会愿意 别人说他老啊 然后我当时就回记他一句 因为要配你啊 陈建冰老师当时就无语了 这座牌真的很华飞 当时就把陈建冰 整得无言以对了 在《甄嬛传》上线后 大多观众对蒋青 这个角色根本恨不起来 更是在42集 华飞杀青之后 甚至觉得后宫少了华飞 勾心斗角都差了点意思 最终蒋青也凭借华飞 这个角色 改变了多年不温不火的局面 《甄嬛传》后宫中最大的赢家 你觉得是谁 小编觉得是端飞 试验端飞的李怡娟 可当她化完妆 站在郑小龙面前的时候 当时所有的娘娘角色 全部定好了 唯独只剩下了一个端飞 机缘巧合下的李怡娟 最终出演了端飞 《甄嬛传》播出后 还被大多网友调侃 只靠着一口气 活到了最后 李怡娟也凭借端飞 在荧幕上混了个脸书 在她肩上被粉丝认出来 她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有人上来拉了一下我的衣袖 说 请问你是《甄嬛传》里的端飞娘娘吗 而李怡娟空出来的角色 简秋 则是为杨凯纯剪了个漏 杨凯纯从中戏毕业后 可以说是直接失业 所以有一次聚会上 当她听说 《甄嬛传》在招演员的时候 就一心扑在了这个机会上 为此还表示 只要能进组 跑龙套都可以 果不其然 杨凯纯到剧组失戏的时候 副导演由于受人所托 便给她安排了一个嬷嬷的角色 一个花季少女演老嬷嬷 戏份还少得可怜 换成别人可能不乐意 但是杨凯纯却很开心 但是正式签约的时候 制片人看了看她的资料 却迟疑了 表示嬷嬷根本不适合杨凯纯 不如换成简秋吧 要知道 老嬷嬷只有几场戏 而简秋 足足有三百多场 差点就活到了大结局 杨凯纯得到消息后 更是兴奋了 几天都没有睡好觉 事实证明 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被她紧紧的抓住了 不论是演技还是形象 放在各位大咖中 一点都不逊色